今天是2024年11月25日 首先開始今天的話題之前 就報告一下可白和何太的第三個YouTube頻道現在最新的情況 其實坦白說 可白和何太的熱潮相信都已經開始退下來 包括版主在內 其實有很多講可白和何太的YouTube Channel 最近它的view數都是跌得很快的 最好的例子就是人稱水哥的無良軍師 它的直播以往講可白和何太的話 可以有成一萬甚至一萬多人觀看 但最近它幾次直播呢 其實都是只有五六千人觀看 當然有小部分的Channel仍然可以keep到它的觀看數字 可白和何太自己的觀看數字似乎就keep不到 由它過往頭兩個Channel每一次開直播 都有一萬view甚至一萬多view 但現在它第三個Channel 它的影片怎樣努力都突破不到一萬view 最多都是只有六七千、七千鬆一點 而有一些更加少的就是它發出來之後三幾天 都是只有千多二千 而也不知道是否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它出片的次數更加密 出片的內容亦更加藍 但坦白說,版主之前的影片都已經說過了 他們空無半點密水,又不會製造話題 說來說去的就是錢、450萬、公屋和可白的子女 而他們最新的幾條影片又回頭 可白又說回自己的子女 同時又說錢 只不過今次何太似乎已經妥協了 不強求那450萬 而同時間他亦在影片表示自己又想到別的發達大計 到底是什麼呢 而另外版主做之前影片的時候都已經提及過 何太似乎亂給東西可白吃 等到他可能營養、熱量、卡路里、糖分完全失衡 相信不止版主在內 也有其他YouTuber說過相類似的觀點 就說何太不斷煮痛風餐給可白吃 到底何太最近又做了什麼給可白吃呢 到底可白是否支持得住呢 反正搜集了資料之後 今天又再跟大家講解一下 在看影片之前 希望大家先留言支持 之後再給個like like完之後 如果覺得影片是ok的 就記得share給身邊的人看 而未訂閱的就記得訂閱一個支持一下 希望所有進來看這條影片的人都做足這幾樣東西 麻煩大家 首先版主也是那句的 過往已經講解過關於可白和何太的事件 版主就不會由頭再說一次 以免大家會覺得版主拖長一點的東西來講 所以版主會在每條影片的描述 放回以前舊片的連結 大家如果是第一次進來 又覺得版主的分析ok 想聽回以前的 quick進去的連結就行了 就不需要由頭再按一次 而如果你是想專門聽他們兩夫妻的事跡 可以直接看完整個播放清單 簡單又方便 首先相信大家有跟進開何太事件的 都應該會知道他一直以來很著緊的 就是可白那450萬 就一直都在他子女那裏拿不出來 亦都是何太最緊緊於懷的一件事 每一次他在講那450萬的時候 就會咬牙齒齒 講粗口 爆粗 又說一定不會放棄 又說怎樣都好 一定要幫可白追討 然後又說到正氣蔭言 又說追到那450萬不是拿來自己用的 那塊錢純粹幫可白追 追完之後就還給可白 那給可白之後 自己就會和可白離婚 就會完成了自己的任務 但去到近日 何太又反口了 他較早前就出了一條45分鐘的影片 又在大罵可白的子女 基本的內容都是繼續罵他的子女 就說不肯拿回那450萬出來給可白 不過拿回那450萬的目的 就由之前就說拿回那塊錢給可白 讓可白可以自己照顧自己 現在就改為 叫子女拿回那塊錢給他們兩個打本做生意 事緣他在影片那裏就宣稱 就說自己仍然很想做生意 不過呢 就沒有本金 然後何太就說了一句 相信全天下人都不敢說出來的說話 他就說 哪裡有人做生意的那塊本金 是自己打工賺錢賺回來的 當然是靠別人給的 那就真是坦白說 不知道這句話是誰教他的 是他自己由心而發 還是還是周文強老師教他的 不過板主就想在那裏說一說 當年李嘉誠的第一桶金 都是靠穿膠花賺回來的 那就不知道何太是連李嘉誠的發達史都不懂 還是何太連李嘉誠都看不起 他竟然說 哪裡有人做生意的那塊本金是要自己賺 當然是別人給 那板主又掌自食了 當何太說到這裏的時候 其實板主都認為這些只不過是何太 想強迫迫可白谷五個子女交回那450萬出來的藉口 但是呢 影片的下半段 就說要回60萬出來就夠了 不過這60萬到底用來做什麼呢 一時何太說這塊錢是應該這五個子女拿出來 給何太就拿著這塊錢去照顧何太 然後一時他又說這塊錢是用來打本自己做大貨的生意的 還更加說到自己有了傳媒計劃 又說20萬就要買個牌回來 剩下的錢就是做生意的本金 可能又要買貨做宣傳 甚至跟其他大貨公司合作的時候 可能要給錢投資一下他們 總之什麼理由都有 但正如板主一開始所說 空無半點物資的他們 其實說話也不懂得收蝙蝠 而且可能在何太眼中 錢是重要過一切 所以他在影片的終後段 一說到錢 越說越興奮的時候 就說了自己的心底類說話出來 就說自己跟可伯一齊 怎麼都一定是要錢 就更加表示 他也好 他的子女也好 給錢他做生意也好 或者給錢他們當是生活費也好 總之 那些錢一定要是可伯 或者那五個子女出 然後他就說了 全晚相信是他唯一一句最真的真心話出來 他就說 如果那些錢不是你們出的話 難道我跟可伯一齊 真是貪他英俊 真是貪他有型 真是貪他夠老嗎 樣樣都不是 所以 你們是要負責付錢的 如果不是他有錢的話 我一早就已經離開了他 當然啦 板主在這裡帶回頭盔先 板主就沒辦法100% 演繹回何太當時的說話 神髓出來 已經是盡量辦的了 但如果中間有些字眼 句子是說錯了的話 都希望大家多多見諒 所以說到這裡的時候 何太那個貪錢模式 又再一次啟動了 只不過 過往貪錢 他們都是會貪網民錢 叫他們招貨金 或者叫他們幫忙充訂閱 充觀看時數 等他們幫自己的YouTube頻道 盡快開回盈利 他就會賺錢 但現在 可能對著可伯 真的沒什麼耐性 事關他對著可伯都已經九個月 但是 除了一開始的時候 可伯送了幾十萬金色給他之後 現在 他基本上 可伯都是沒有給他錢 而何太也曾經透露過 那對龍鳳鴉賣了十萬元 就拿來做他兩個月的生活費 但是坦白說 自從東張西望事件到今天 都已經過了超過六個月 其實 他就要賣三隻龍鳳鴉 才夠數 也都坦白說 不知道是不是開始生窮水盡了 所以 何太就已經知道 四百五十萬 就沒可能了 怎麼招都招不到 子女都站得很硬 可能就退而求其之 就叫子女 60萬也好 給過來 就算不是打本做生意 都拿去當照顧你老爸也好 坦白說 板主當然 就沒有可伯那麼老 但都叫做在社會歷練了二三十年 其實坦白說 一個人 由除了對一件事站得很硬 突然之間會放軟手腳 轉軚 甚至降低自己的要求 其實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生窮水盡 以及知道自己 已經沒有談判的籌碼 才會這樣做 試想像一下 何太剛認識何伯的時候 何伯就不斷送金色給他 又誇下海口給他100萬 打碗做飲食生意 何太就可能認為 就算沒了那四百五十萬 何伯應該就仍然有很多錢 如果不是 就坦白說 哪得來這麼牙策 所以當時的何太相信 也是抱著這個態度 站硬 每次都一定要問子女 拿足四百五十萬 但坦白說 追這四百五十萬 追了大半年都追不到 何伯就黏著自己 白吃白住了大半年 何太自己都打開口牌 就說開始要變賣自己的金器 才有生活費跟何伯過活 而他們當時在第二個 channel 做直播的時候 甚至也都不諱言 就說自己 為何會回大陸居住 就是因為大陸的生活指數低 這些一句二句的說話 其實都很明顯就知道 何伯和何太的錢就越來越少了 再加上 他們快要合法結婚一年 合法結婚一年 就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可以合法離婚 其實版主之前的影片 其實都已經推測過 何太想在一年之內 騙了何伯整個身家 然後跟他搞離婚 而距離可以離婚的大限 還有三個月 但何太仍然一個線 都沒有在何伯身上找到 所以也希望退而求其次 可以在離婚之前 作回何伯最後一筆 但還是那句 知道何伯的子女站得這麼硬 四百五十萬就一定作不了 五十萬也好 六十萬也好 總之在合法離婚之前 狠狠地作回何伯一筆 如果不是 去到下年二月 可以合法離婚的時候 何太在何伯身上一元都賺不到的時候 然後他們兩個就離婚 那何太這一年就真的蝕到入獄了 當然 版主就知道 如果說他們兩夫妻離婚的話 你們第一個反應就會說 如果何太一元都沒騙到 可霸 但他就搞離婚 他就蝕了 他會不會這麼容易就離婚呢 其實坦白說 在版主的個人角度而言 何太現在的心態 應該是只蝕為基本的 事關都是那句 一起住了大半年有多 除了一開始的金器之外 一個線都騙不到 何太也表示過 金器都要開始拿來變賣的話 相信現在何太 繼續要照顧可伯 那錢是要盜竊的 所以何太才夠膽在鏡頭前 大大聲聲說 我這張腦都沒用過可伯的錢 錢全部都是他自己的 那其實坦白說 到底是沒有用可伯的錢 還是可伯沒有錢給你用呢 相信版主這樣問 大家就會明白 當中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所以來不來得分的話 其實關鍵就不是在何太身上 就是在可伯身上 事關按照版主的分析 現在可伯基本上在何太身邊 基本上就像菠蘿雞一樣 一味靠癡 癡癡癡 唯一聽到的貢獻 就會幫何太洗衣 和幫何太洗底褲 但是作為一個七十幾八十歲的老人家來說 如果可以癡癡癡癡 自己一個先都不用出 掛名都叫做有個女人照顧一下自己那天 其實可伯反而就是不願意放手的那一個 其實看可伯每次對著鏡頭 殺熟狗頭的表情 就已經看得出 現在這一段關係裡面 可伯才是開心那個 和得益那個 其實一切都不難想的 試想像自己是可伯 自己的老婆 有空無事 又發自己的脾氣 有空又罵自己 老婆有空又告訴自己 自己在加拿大 澳洲 又說美國有粉絲 老婆還要開口賣口 經常都說要和自己離婚 但是可伯經歷了這麼多事 都仍然可以在鏡頭前 保持著那個殺熟狗頭的笑容 相信大家就應該明白到 可伯和何太這一段關係裡面 誰才是受益那個 當然 何太就不會不明白這個道理 硬見自己不斷要拿自己的錢出來 去養可伯 但是呢 就在可伯身上一元都拿不到 但是如果自己貿貿然 真的一年之後就馬上說離婚的話呢 那就真的會被天下人看死他 就說他賣可伯身就是為了錢 現在好了 騙不到他錢了 就跟他說離婚 所以板主在做這條影片的時候 都已經講解過 何太就不斷讓可伯吃高糖份的東西 再加上那些痛風餐 其實就相信可伯就一定頂不住了 坦白說 不要說可伯七十幾八十歲的老人家 你要這個年紀天天跟著他們這樣吃 都出事了 大家可以回憶一下 當時何太在第一個channel也好 第二個channel也好 那時候要省錢就對著鏡頭就說 其實我們晚上就不太吃東西而已 下午吃完晚上基本上就不吃了 就算要吃可能吃點水果 吃條椒就算了 但是去到第三個channel 即是這一個月的時間 差不多每晚都是大魚大肉 那好啦 晚上那餐就大魚大肉 宵夜也比鴨可伯吃 然後最有趣的是 第二早早餐 又要吃回之前那晚吃剩的東西 更加瘋的是 不知道是真的下午茶也好 還是拍攝效果也好 何太甚至要可伯吃水果的餐 整個桌面都是水果 所以應該大家都留意到 可伯由最初在第一個channel也好 第二個channel也好 對著鏡頭吃東西 就經常都吃到啪啪聲 那時候 包括版主在內 很多Youtuber 都在討論他們吃東西啪啪聲 沒什麼禮儀 但是 現在你叫可伯吃這麼豐富的東西 其實十幾二十分鐘的影片 可伯就只是對著鏡頭 像精式吃幾塊而已 對比以前做直播 可伯真的可以吃足十幾二十分鐘 所以坦白說這些所謂的痛風餐 高堂份餐 對可伯相信是構成一定程度的傷害 所以版主就有理由相信 何太就以拍片為由 只會不斷逼可伯繼續在鏡頭前面 吃這些隔夜菜 高堂份的東西 痛風餐 甚至難聽說句地獄料理都出了 何太最新的那條影片 是在11月25日晚上發布出來的 版主看到真的大開眼界了 花膠不用浸不用發 羊肉也不用出一出水 就這樣就丟到鍋裡煲 版主就有理由相信 這些地獄料理 其實就真的想吃壞可伯 迫可伯主動提出要離開何太 這樣可伯才保得住自己的精節牌坊 然後就可以周圍跟人說 現在是可伯不要我 所以我認識第二個男人天公地道 他就更加可以說 不是因為我認識了其他男人 所以才不要可伯 似乎這就是何太的目的 所以我們作為網民的話 其實要關注的 現在就不需要關注那450萬 是關注可伯的健康多些 因為從種種跡象都已經很明顯知道 何太自己都知道自己沒有本事 沒有能力可以拿到那450萬 推而求其次 問可伯家人拿60萬 又不覺得可伯家人有什麼反應 所以版主就相信 何太只會繼續做痛風餐 水果餐 或者地獄料理繼續給可伯吃 迫可伯吃壞肚子 吃到個人五爐七傷後 就等可伯自己忍不住 跟何太說離婚 所以說到尾都是那句 與其現在要關注何太 多不如關注可伯的健康更好 那好啦 版主的評論今天就來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何太的最新地獄料理呢 又或者何太不斷做痛風餐給可伯 大家又認為可伯頂不頂得住呢 不妨留言說下大家的看法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最後 如果大家覺得我是說得好的 不妨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條片